男孩用力地掀开棺材板 然后往里看了一眼 下一秒 他竟直接钻了进去 他合上棺材 决定送父亲最后一程 可没想到 男孩不小心睡了过去 而在关棺材时 别人也没发现男孩的存在 不出意外 当男孩醒来后 他的周围一片漆黑 男孩竟被直接活埋 他大声地喊叫着 用力地拍打着箱子 企图能够吸引注意 可男孩的上面 却传来埋土的声音 无尽的黑暗 让男孩瑟瑟发抖 好在他进来的时候 随身携带了一个打火机 于是男孩立马打火 看着父亲的样子 男孩的心里不再害怕 可不料 打火机又突然熄灭 男孩赶紧再次点燃 不料父亲竟瞪着双眼看着男孩 男孩直接吓尿 他鼓起勇气 再次点燃火机 没想到 父亲竟又直接坐了起来 但他的表情却非常痛 还发出巨大的喊声 男孩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他蜷缩在角落里面 已经接近崩溃 他再也不想看到父亲一眼 但更恐怖的是 一双大手又突然出现 直接就将父亲抓走 随之而来的 便是各种凄惨的叫声 显然父亲是被抓到了地狱 而这个男孩 也不知道是不是吓傻了 他拿着打火机 就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没成想 一个洞口又凭空出现 画面一转 父亲的棺材被人打开 但他的身上却满是伤口 看样子 应该是家人前来寻找男孩了 而男孩也依然坐在棺材里面 可下一秒